以共享丰盛为出发点 吸引各式各样的人们 在同一平台分享所学 这是旭荣集团执行董事长黄冠华 自2015年开始 从中国带回台湾的理念 也成立一窝Face Taipei的主要初衷 三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创业者 透过每周举行的例会 或是演讲相互学习 不需任何收费 让知识在人与人之间流通 增进台湾创业家的竞争力 台湾的擅长是精 精致的精 大陆的强大是拼以及量 所以如果 无非是很大的特色就是 因为我们从大陆引进 这个创业者社群 然后长成很有规模的 一个模式 如果我们能够连接大陆 把台湾的精跟大陆的拼 把台湾有能力 或者有战略思考 或者是它在执行方面 或是在思维或设计方面 有专长的know how 但是我们台湾没有市场 因为2300万人 这个地方太小了 我们可以去结合的话 甚至让两边的资源 在交流上 或者是一些跨领域的结合上面 都能够出去的话 或许我们台湾很多年轻人 是有很广大的机会的 在这样的理念下 Office Taipei邀请了艾尔达执行长 陈怡君来分享她的经营哲学 除了上谈网络电视产业 也告诉大家 试图在转播的危机处理决策 当然一切成功的关键 还是得回归热情两次 比如十几年前我创业的时候 我很有可能 我想的也是很天真 我想的就是 我就是想这样做 那很像四个桌子的角 你只看到一个桌角 等到你要创业了 跑到这个桌面上才发现 不是如你所想的 另外的三个角 原来还是这么的不平 所以其实创业跟有理想 它还是有距离的 我鼓励年轻人 其实逐梦 但是要踏实 经营新媒体十几年下来的新法 浓缩在短短两个半钟头 并透过Workface台北扩散出去 并在每位经营者 创业家心中种下一颗种子 也期待哪一天 逐梦踏实这四个字 能在台湾 甚至在国际市场上 绽放出美丽的花朵和果实 爱尔达电视 谢星志黄赏豪 台北采访报导